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艺人的发展道路 也是金主爸爸格外看重的一点 王一博出道多年 去年爆红之后 虽然不是最红的那一个 但是不争不抢的他 稳稳地保持在了四大顶流当中 然而如今的王一博 却拿下了商业价值两张榜单的三连冠 直接反映出了两个问题 娱乐圈的明星众多 而且一直都会有新人源源不断的融入 小红真的不容易 但是一夜爆红似乎也没有那么难 难就难在了一夜爆红之后 该怎样保持下去 并且进一步的提升呢 一部《陈行令》一个来往期 让很多人都看到了演员王一博 开始去了解跳舞的他 综艺中的他 唱歌的他 更多模样的他 有人说一部剧可以捧红一个人 但是红多久不好说 然而在王一博的身上 却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中国文娱金数剧 5月艺人商业影响力榜已经公开了 王一博分别获得了商业价值总榜 和90后明星商业价值榜的冠军 不仅如此 在之前的两个月里边 这两张榜单当中的第一名都是王一博 也就是说 王一博已经连续三次两下双榜的冠军了 这样的成绩 在YouTube圈内都是非常少见的 在90后的艺人当中 更是变得寥寥无解 足以看出来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是真的很强的 与此同时也反映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王一博本身的努力 22岁的他已经在圈内摸爬滚打多年了 在他没有红的时候 一直都在努力 在看不到光的时候 依然在跳舞 正是因为他坚持了很多人不能够坚持的东西 才有了如今别人非常难达到的高度 享受了众人羡慕的荣耀 记得王一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没办法 你就是要比别人多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他眼中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既然想要追逐梦想 那便注定了没有安逸 只有努力努力 再努力 可以说每一位明星都很努力 可是在这个圈子里 努力只能够及格 拼命才能够优秀 生病被告知不能够跳舞的时候 王一博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反复练习 诋毁声比赞美声还要多的时候 王一博没有退缩 而是选择了做他自己 爆红之后被众星捧月的时候 王一博没有骄傲 而是选择了继续努力 他说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 所以才能够看到如今拿下了一张又一张的榜单冠军的他 第二个问题就是 可以看出来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属于什么类型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说摩托姐姐很佛系 NCF除外 王一博的其他数据榜单并没有这么强的 但是商业价值却如此的高 主要就是因为粉丝随缘打榜 认真课金 摩托姐姐当中 妈妈粉丝比较的多的 都有着独立的经济能力 但是很多时候都不会打榜 所以才有了如今这样的榜单情况 王一博用行动证明了 拼了命的努力才能够优秀 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王一博如今的人气热度 实至名归被节目组当作了是C位 来第一个官宣的 节目已经录制完成了 目前王一博还是主要在剧组拍戏的 之前也说过 虽然开机的当天 王一博和陈晓确实没太多的交流 但是原因是两个人都是慢性子 外冷内热的那种 而且也都不喜欢去假个头 不熟就是不熟 何必要为了镜头装兄弟情呢 所以发布会的当天 确实是没有什么互动 显得关系好像不太好一样 不过最新消息 两个人在片场已经非常的熟路 而且关系也更进一步了 只是说这部剧由于档期的原因吧 所以目前拍摄的也比较赶的 这样一来 难免就要用到替身了 也正是因为剧组这边拍的非常的赶 王一博又要来回的去录天天等等的情况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本来想要跟公司申请一下 串一下档期能够休息几天的 但是公司一向是严格出名 杜华姐姐更是严厉严肃 所以最终也没能够申请成功 而且最近一直都有不少的黑子 在私下里面去黑王一博 引导一些负面的话题 但是想必粉丝也都看到了 团队几乎是毫无反应 原因吧也是因为老板娘 自己现在也正在被群巢着呢 当然也就顾不上太多员工的事了 不过粉丝们都应该知道 王一博这一年的人气流量商务 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在你们看来 王一博是工具人连轴转 杜华不好好规划也不给他反黑 总之呢就是要压榨 但是杜华是商人是老板 肯定是要求王一博努力工作 自己赚取报酬的不会很仁慈的 王一博是艺人是员工 所以王一博现在所有的互动和行程啊 都是在打工的 但是他是为了杜华吗 他也是为自己的发展啊 粉丝们不要过于担心了 他是个成年人了 会照顾好自己的 王一博接下来接五三快要来了 他现在商业价值非常高 而且代言也是街道手软的 喜马拉雅的也快要官宣了啊 此外还有一个食品代言和快销产品 而且呢影视方面有好多的新的本子在接触了 这一波 迪丽热巴最近跟华策的高层来往非常频繁 华策很想要拿下迪丽热巴的影视约 在正式签约之前呢 他们已经给迪丽热巴推见面礼了 迪丽热巴现在在谈一部古装剧 内部剧的男主呢找的是王一博 王一博原本态度很一般的 但是听说女主一角在接触迪丽热巴之后 他的团队突然就变得很积极了 王一博这边呢也是挺想和迪丽热巴搭戏的 那小宝贝们怎么看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